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CBA,聊一聊山东南南 那山东南南在昨天晚上与浙江队的季前赛当中 是在最后时刻完成今天逆转打出一波10比0 最终以74比73一分险胜浙江队 虽然这只是一场季前赛 不过对于徐昌索,对于高速集团来说却是如释重负 在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 徐昌索是获得了胜利高速集团重新回归之后 也拿下了开门红 毕竟高速集团在入主之后 由于炒掉了龚小斌 算是一个非常不得民心的举动 毕竟上赛季龚小斌带领山东队的成绩是相当不错 尤其是在山东南南的队员欠歇一年的情况下 龚小斌能够保证更衣式的稳定 让这支球队不仅不闹事 按时的完成了比赛 还打进了四强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 单就这一点 龚小斌上赛季对于山东南南的贡献来说 就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说当高速集团宣布 龚小斌及其助理教练组一起全部下课之后 这一举动也是让很多的山东球迷感觉不满 有点泄沫杀驴 可以说是丧失了很多球迷的信心 那么现在的话呢 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相对看起来比较愚蠢和鲁莽的举动 而在球员这一方面呢 他们又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那是什么呢 昨天的首发球员当中啊 从山西队回归山东南南的刘贯城市首发出场 并且打的还算不错 打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球迷注意到他所身穿的号码35号 那这个号码原本是属于朱镕镇的 虽然说现在朱镕镇是并不在球队当中 但是我们可以说 朱镇镇在打完这个赛季之后 下个赛季是有可能回来的 他跟高世炎仅仅仅是租借互换 并不是完成永久转回的 因此35号 按说下个赛季 朱镇镇如果回来之后 应该还是穿在他的身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 朱镇镇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号码的 从升到一线队以来 他就穿着这个号码 然后去到了辽宁队 同样朱镇镇还是穿着35号 虽然说朱镇镇在山东队打的那几年 的确并没有展现出自己的天赋 但是你不得不说 上三季在辽宁打的这一年 他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无论说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当中 在辽宁队的中锋韩德军的指点之下 你可以看到小朱的进步和成长 甚至已经有不少球迷 尤其是辽宁的球迷 希望能够朱镇镇留在球队当中 不过这应该不太可能 毕竟高师炎 说实话 这一年在山东队的成长 和所展现出的水平 比朱镇镇高出太多 如果让这两名球员 一对一的等价交换的话 这对辽宁队来说绝对是吃亏的 所以说下个赛季 朱镇大概率是会回到山东队最终的 而且我们说山东队 现在其实也挺需要朱镇镇的 第一 他们在内线轮转的人数 本身就非常有限 陶汉林甲城焦海龙就三个 第二的话 这三个轮转的内线 身高都是偏矮 最高的朱镇林 陶汉林也不过两米08 所以说成长了一个赛季 跟随着林队打过总决赛的朱镇镇 再度回到山东队 肯定是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成为球队的主力 和内线的终结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高速集团 竟然把他的球衣 已经提前给到了别人 这个就显得比较的鲁莽了 有点伤了全员的心了 那我们也看到 在看到刘冠岑穿了自己的 35号球衣参加的第一场比赛之后 朱镇镇你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言 怎么没告诉我医生 就把我的球衣给到了别人了 这句话显然 第一 朱镇镇是没有得到俱乐部的事先通知的 你作为山东队的队员 把你的号码给了别人 还不告诉你 这个操作本来就很愚蠢 第二对吧 那可以看到 朱镇镇还是比较在意这件事情的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都已经发出来了 尽管是一个相对比较调侃的预期 但也说明小朱还是比较在意这件事情的 第三一个就是 朱镇镇其实现在在那些人家也觉得自己是山东队的一员 现在只不过是临时租借到辽宁队来进行锻炼的 所以他才说 怎么把自己的球衣号码都给换出去了 也就是说人家现在还把自己当成山东队的人 结果你高速集团就搞了这么一出 这不是凉了球员的心吗 所以说在赶走龚小斌之后 高速集团已经是不得人心了 现在又搞出这样一个愚蠢的操作 可以说让球员对于高速集团恐怕也很难满意 在这里